基隆市议员张炳君亲自送上一朵朵康乃鑫香皂花给位在暖暖区地内地区 委由乐成社会福利协会负责的暖暖小站失智据点的阿嬷阿公们 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 刚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中胜出的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继先前送鸡蛋帮基隆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管的 全市八个失智据点长辈们补充营养之外 在母亲节前夕特地在制赠八香凤梨以及康乃鑫香皂花 给这八个据点的失智长辈们 也让长辈们好开心 更祝福张炳君未来在正式立委选举时心想事成 虽然罹患失智的阿嬷经常前面讲的话后面就马上忘记 但是对于阿嬷真心的祝福张炳君还是非常开心和感动 我们基隆市其实有很多人是需要帮忙的 尤其是我们的长辈这个部分 那之前在缺鸡蛋的时候 炳君也帮我们所有的失智据点 来募集了一批的有机的鸡蛋 来帮大家补充营养 那现在刚好是去凤梨盛场的季节 那我们也再去购买了我们的凤梨 然后一方面帮助果农 一方面再度来帮我们这些长辈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吃好吃的凤梨 然后也是同时也可以再补充营养 然后同时也带来我们的康乃兴 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我们先祝福大家所有的长辈们 大家都可以母亲节快乐 家节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 那未来其实如果有机会 能当选我们立法委员的话 秉均也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资源 或者是物资 然后来去照顾到我们这些所有的长辈们 让他都可以来快乐的生活在我们基隆这个乐局的城市 长辈们也开心的拿着在老师教导下自己练习画的水墨画和张炳君合照 张炳君也感谢负责暖暖小站的基隆市乐城社会福利协会理事长梁宏燕 对长辈们的照顾 而其他各区七个失智据点也都派人来领取凤梨以及康乃兴香皂花 分享市议员张炳君对失智长辈的关怀和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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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